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家境辽道 幼年的他只能给邻居做木童 偶尔有时间就到父亲任职的相熟旁听 他自有独具才思 而且非常自尊 自信 他曾口出狂言 举头天外望 无我这般人 使得家里人都诧异不已 父母相继离世后 13岁的熊石丽到父亲生前好友执教的乡村学校读书 但是因为管输太多 入学半年之后就离开了 这就是熊石丽所受的全部学校教育 但就是这样一个从未接受过系统正规化教育的人 后来竟然凭借自学独创一套哲学体系 他的天赋异禀可以想见 早年的熊石丽跟当时很多的名人志士一样 最初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学术 而是革命 他14岁从军 曾投身武昌新军第31标当兵 在辛亥革命中还参加了光复黄州的活动 后赴武昌任湖北都督府参谋 辛亥革命失败后 熊石丽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 但是护法运动也失败了 这让熊石丽备受打击 他眼看着党人尽全争利 革命终无善果 不禁易冷 与此同时 对于大多世人追逐的名与利 熊石丽也有了自己的见解和操守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 所谓功名富贵者 世人以之为乐也 则心有所足而生者也 既有所足则苦必随之 从此 熊石丽开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他下决心走出政治 专注于学术 熊石丽到了三十五岁才弃正从学 曾经师从欧阳靖吾大师研习佛法 当时穷的叮当响只有一条裤子 夜晚洗了第二天接着穿 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 外面套一件长衫 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在艰苦的境遇中 他最终成就了圣灵 熊石丽人到中年开始弃正从学 尽管一穷二白 但是狂倦性格依然不减少年 1932年经过十年的思考与积累 熊石丽发表了他在学术上的钢顶之作《心为诗论》 标志着非生中外的心为诗论哲学体系诞生 书的署名也是非常的狂 黄刚熊石丽造 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 此书一出即刻引起了佛学界 特别是同门师友们的激烈攻击